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说 我愿意为了你改过此心 你会重新和我在一起吗 滚 你是反派 反派 就注定是恶不舍 你喜欢我 走 好吗 感谢观看 叶欣和苏公子一见钟情 开启了他们的爱情故事 哎呀 新的一张 大功告成 呀 又迟到了 其实我叫叶然 并不是什么男称业家的大小姐 老板 全公司的项目基本都已完结 下午您要出席活动 还要见一下张总 还有一个例会 时间是 下午四点 不愧是你老板 记性真好 今天休息日 下午就不用跟着我了 早点回去休息 好的老板 谢谢老板 哎呀 叶然 怎么样 我没吃到吧 没事 他们还没到呢 老天保佑 今天来连衣的可千万别是帅哥 老天保佑 可千万别听他的 叶然 咱能不能有点出息 嗯 我要求很低的 只要人品好 不是帅哥就行 不是帅哥 怎么可以啊 好看的男人都有毒 万一 哎 他们来了 现在打手组还来得及吗 全是天菜呀 我是云云众生中一个最普通的女孩 如果又要从我身上找出一点不普通的地方 那就是 帅哥 恐惧症 帅哥对我来说就是洪水猛兽 越俊美越吓人 叶然 市场不海报做完了吗 老板明天要开会 今晚十二点前 必须发到他的邮箱 果然 每次遇到帅哥就没有好事 今天不仅连衣被毁了 我还要熬夜加班 晦气 小灰可别让我再看到你 看看我画的二次元帅哥压压惊 什么情况 鲜发之人 对 对 对 住手 是那个可怕的人 是你 站住 难道我很可怕吗 他怎么跟遇到猛兽一样 这是 我喜欢的那本漫画 难道他是 菩提 你们听说了吗 老板回来了 老板 他不是一直都在分公司吗 我叫文昭 是一个苦命的帅哥 我拥有英俊的长相 也背负着 巨大的负担 我知道 太当 yourself 我吓得 我吓得 我害怕 老板 我吓得 我吓得 好吓得 我吓得 有物业 我吓得 全包吓得 他们活么 很适合 我吓得 和 anov 萌总 您的咖啡 放下吧 完了 又开始了 不能看他 不能微笑 不能给他任何错觉 萌总 其实我 没什么事 就去忙吧 不 我有事 萌总 自从我遇到您的第一天起 我就知道我谈上事了 萌总 我喜欢你 可是 我明白了 我知道是我配不上你 对不起 我太难了 果然是个渣男 嘘 走 走走走走 没有人知道 我爱看漫画 特别喜欢一位叫菩提叶的漫画家 她的故事 她的故事总有千百种奇怪的脑洞 实在深得我心 叶燃 是两年前入职总公司的设计 这是她当初的面试资料 里面还有她递交的一些手绘作品 果然 是漫画原稿 我喜欢的漫画作者 竟然就在我的身边 什么 B版海报 对啊 市场部先后做出了两版海报 最终选择了B版 他们没告诉你吗 那你昨天做的什么 完了 你不会已经把邮件发出去了吧 我不仅得罪了老板 我还做错了海报 真是天要亡我呀 海报 都准备好了 蒙总 郝经理已经把海报 发到你邮箱了 小郝 郝经理 这张海报 怎么跟市场部企划书不一致 只是轻微的调整 老板 是稍微有一些些调整 依然怎么回事 赶紧把他叫过 这人 那不就是菩提叶吗 好好检讨检讨 不行 我看该检讨的人是你吧 海报内容 是市场部策划的 它只是个设计 只负责执行 如果是他做错了海报 那只能说明是你们没有准确传达需求 甚至给出了错误的信息 是是是 老板是我的错 我现在就跟一人沟通 今天晚上 无论到几点 我们都赶出了一班海报 还想让他加班 你又错了 我们是一家正规的人性化公司 怎么能如此压榨员工 陈秘书 通知各部门 把会议挪到后天 留出两天时间 给设计重新做海报 散会 好的 老板 我还得给叶然发一个邮件 市场部会议改到后天 明天下班前提交新的海报 他好像很怕我 收到我的邮件 会被吓到吧 陈秘书 守护菩提叶 从我做起 老板给我发邮件了 不会是要找我过去还骂吧 快打开看看 死就死了 市场部会议改到后天 明天下班前提交海报 陈秘书 太好了 萌子没看到 也是啊 一个大老板 怎么可能会亲自查看 所有邮件 我觉得啊 这次 你得好好感谢一下 人家陈秘书 一定是他看到你 发错了海报 所以帮了你吧 他人可真好啊 对啊 他可是我们公司出了名的老好人呢 供了老板好几年了 为人老实可靠 深得老板信任 这次好好感谢一下人家 嗯 谢谢你啊 陈秘书 今天怎么还不更新啊 老板 所有女秘书都被换掉了 以后只有我给您泡咖啡了 停更通知 对不起啊各位粉丝 由于我的本职工作最近都在加班 所以停更一天 停更 今天是跌宕起伏的一天 我特别想要说一句 谢谢您 素未谋面的陈秘书 陈秘书 啊 你今天泡的咖啡 怎么这么烫啊 烫吗 说怕 他马上下班了吧 叶燃姐 我毕业了 这次 别想甩掉我 弟弟是新来的实习生吗 还是要找人啊 走开 现在小布这么没礼貌 真的是 姐 蒙总 陈秘书 蒙总 陈秘书 陈秘书 天呐 老本竟然笑了 陈秘书 你好 你好 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陈秘书 我是设计部的叶燃 我能加你一个微信吗 啊 他怎么总忽视我 嗯 啊 蒙总好 你干嘛躲那么远 怎么 你很怕我 嗯 嗯 姐 小迟 你怎么在这儿 你先等我一下 我要个微信 陈秘书 我们走 可不能让他们 他家的微信 老板好帅啊 姐 我们也走 老板怎么走了 姐 你怎么能要别的男人的微信 我妈催婚催得紧 好不容易有个不错的男人 我当然要主动出击了 我看的陈秘书也没什么好的 好男人可不好在外表 而是内心 那我呢 我怎么样 你就是我一个弟弟 邻居家的弟弟 那也是弟弟 就只是弟弟 你还让我做你的漫画原型呢 那是因为我没有见过几个帅哥 所以就拿你当我的漫画参考了 你有帅哥恐惧症 但唯独不怕我 这是不是说明你对我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了 我可是从你穿开当裤的时候 就认识你了 不管你现在长成什么样子 在我心里 你都是那个 拖着大鼻涕的小弟弟 我不要做弟弟 还说不是小孩 你今天不回家 我毕业了 来你这儿借住两天 啊 他为什么对我视而不见 难道是我让他加班太多 工作压力太大 算了 来日方长 只要知道谁是菩提依 就不愁没漫画看了 新的书尾巴 还是顶配的 叶然 你也太幸运了吧 陈秘书说你中了老板的 幸运员工奖 这些都是奖品 给我的 嗯 老板发的福利 补脑药 对啊 你说老板 为什么要跟我们 发补脑药啊 难道是因为 嫌我们工作 不动脑子吗 管他呢 有东西收就好了 自从陈秘书 回到了总公司 每天都有好事发生 他可真是我的福星啊 叶然 这些交给你了 可是 这些不是我负责的项目 哦 我知道 设计不缺人 可是新人还没有到位 但项目不等人 辛苦你了 可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这不得要通宵假扮啊 叶然 特殊时期 你不会不配合工作吧 可是我 陈秘书 怎么还带饭盒啊 晚上要加班 就提前准备了一点 看不出来 陈秘书也加班 可以啊 我走了 好 我坐 不就是加班吗 交给我 好 辛苦啊 停工同志 对不起啦 今天也是加班的一天 今天也是加班的一天 又停工 把丽莎叫进来 丽莎 陈秘书的危险 是陈秘书 嗯 现在就是我的大好机会 叶然 汪总好 那个 萌老虎快走开 今晚你不用加班了 工作和生活就要分开 空余时间 你就多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 我喜欢加班 你不喜欢 我喜欢 你不喜欢 你别害怕 我不是那种爱剥削的资本家 我坚决捍卫你不加班的权利 支持员工发展个人兴趣爱好 快回家吧 要不要我送你啊 哎 哎 我 你又来 跟行政说 给老板准备个新杯子 这个萌老虎 真是我命里的克星 拆散牛郎织女的王武娘娘 是我命里的天敌 今天在陈秘书面前 真是丢死人了 哎呀 姐 别想陈秘书了 我陪你画漫画吧 哎 没心情 不想画 是不是卡剧情了 嗯 要不要我陪你聊聊 我觉得这个故事的主要问题 是缺一个反派 都十二点了 怎么还不更新 更新了 叶欣 我回来了 叶欣 我回来了 放了他 苏天明 你们苏家欠我的 我会一件一件 全部拿回 现在 就从这个女人开始 欠你个头 他竟然把我化成了反派 你说老板在想什么呢 我到底是做了什么 让他这么讨厌我 把我当原型化成反派就算了 竟然还是无脑反派 不行 我必须得开门见善地找他谈一谈 赶紧把剧情改回来 太逗了 陈秘书早上好 爷 人 我们下班吃什么呢 我知道我们公司附近 看了一家非常好吃的餐厅 是吗 我接个电话 好 帮我旁边派费啊 谢谢 喂 蒙总 人呐 别人见到老板 八姐都来不及 他倒好 见我跟见鬼似的 我很吓人吗 抓住 老板 你一点都不吓人 就是经常板着脸 可能会让人有点距离感 距离感 这个蒙老虎 真的是阴魂不散的 哎 他不会是想让我赔他的鞋吧 哎 看来我得请两天并驾 躲躲这个温室 叶燃 又是他 这下够平衣进人了吧 我的眼睛 好辣 好痛 听说 你身体不舒服 哦 对 我这几天有点头痛 想请两天并驾 头痛 不会又停更吧 头痛可不是小事 走 我带你去医院 哎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回家谈两天就好了 那怎么能行 万一疼上好几天 那 那漫画还更不更新了 嗯 没关系 我真的没事 走 去医院 不用了 不用了 我现在不痛了 我现在完全好了 哎 老板 车到了 走吧 我的福星 哎 我突然之间 头好痛 谢谢陈秘书送我去医院 我来吧 我帅哥接触会让我全身麻痹 好机会 一定要留准他对我的印象 他怎么不说话了 我对他太好 他爱上我怎么样 老虎 今晚我就化死你了 哦 我想坐前排 坐后面 后面宽着 哎呦 我突然头痛 啊 就是因为你头痛才要坐后面啊 前面头晕 我好意思 我看你 是还是会 我都是 是 我 可以 都 我 你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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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没发烧 很难受吗 人间炼狱 不过如此 他应该很感动 别紧张 我虽然是公司的老板 但我向来公司分明 从来不会为难自己公司的员工 所以 你以后不用怕我 有件事 我早就想找你谈一谈 其实 我看过你画的 小心 你没事吧 离我远点 你说什么 离我 远 你过来一下 医生 他没事吧 没事 他只是惊吓过度 他是不是经历了特别恐怖的事啊 你好好想想 惊吓 恐怖 恐怖 我 醒了 要不要喝点水啊 我不是在做梦吧 当然不是了 来 谢谢你啊 陈秘书 不用客气 我叫陈壮壮 你叫我壮壮就行了 壮壮 陈秘书 不 壮壮 我们见过好多次了 我还没有你的微信呢 对哦 手机没电了 你在公司群里吗 回头我加你 好呀 谢谢 他怎么还不加我微信呢 姐 累了吗 要不要我给你做宵夜 他加我微信了 小池 他加我微信了 他加我微信了 加我微信了 陈秘书他加我微信了 这是什么情况 您好 您好 你为什么这么怕老板 要不要告诉他我帅哥恐惧症的事呢 算了 还是不要告诉他了 我在他面前吐了两回 怕他记恨我 就为了这点事 至于夏孕吗 老板不会计较的 他为人大方 善且人意 公平公正 庄庄 你真善良 你多和他接触接触 就知道我说的不是客套话 不要啊 我怕他 直奔主题 漫画要紧 叶然 你知道这本漫画吗 这不是我的那本 霸道都军有问题吗 难道陈秘书也看过我的漫画 看过啊 陈秘书你也爱看漫画 对 我最近在追这部漫画连载 陈秘书也看过我的漫画 好有反差萌啊 我喜欢漫画 但总有人会说 这么大年纪还爱看漫画 很幼稚 成年人的世界这么辛苦 看漫画能让人放松和快乐 这种娱乐方式简单又环保 何乐而不为 你最喜欢哪本漫画 我也是我也是 你最喜欢哪个人物 我也喜欢我也喜欢 陈秘书可真是我的知音啊 这个产品的外观是有卖点的 丰富的油质 经营剔透 芳香可口 是当下年轻人对食品的不二选择 当然 他现在还有一些问题要处理 出入市场 渠道 销售方面 以及 谢谢王总 这个方案 我的确是用了不少的心血 辛苦了 方案做得不行 重新做 散会 什么情况 挺好的我觉得 怎么会 其实 我挺喜欢这本 霸道独军有问题的 可惜 剧情稍微套路了一点 缺少一些 出人意料的东西 有道理 我挺喜欢这个反派的角色 要是他这个人物 能聪明一点 立体一点 就好了 这下我在漫画里 应该没那么坏了吧 有了 一心 等过了这段时间 我们就结婚吧 不好意思各位 麻烦 都给我滚 快走 快走 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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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环境不错 叶欣啊 看着自己心爱的人 死在自己面前 滋味如何呀 不过 他也没多爱你吗 要不然怎么会 被我安排的女人 迷惑了心之人 萌欣 我要杀了你 我一定会杀了你 哈哈哈哈 哎呀 不自量力 你真该看看 你自己的眼神 可真是迷人啊 我告诉你 我只不过是把你们对我的侮辱 加倍奉还给你们而已 放开他 陈秘书 老板 说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您一直盯着我干什么 我就想看看 你到底哪里比我强 是您哪里都比我强 你平时 看漫画吗 老板我发誓 我的心里只有工作 根本没有时间精力 放在那种没意义的事情上面 连漫画都不看 真不知道他喜欢你什么 啊 陈秘书 你看了昨天晚上更新的漫画了吗 啊 不管他说什么 先答应了再说 陈秘书 看了 那你觉得惊喜吗 惊喜 我有件事要向你坦白 其实我就是漫画作者 菩提叶 我知道 你知道 你面试资料里不就有你的漫画原稿吗 不愧是你 你真是全公司最细心 最善良 最聪明的陈秘书 叶然 你到底想说什么 庄庄 我喜欢你 叶然 你到底想说什么 庄庄 我喜欢你 我不仅想让你成为我漫画的男主角 我还想让你成为我人生的男主角 所以 你可以做我男朋友吗 老板 不过这也要我答应吧 哦 陈秘书 再不走周慧就迟到了 哦 对对对 叶然 有什么事我们下班再说 啊 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 上班时间 你工作都完成了 丢脸死了 怎么这么快就表白了 叶然 这可不像你 我以为就算有好改 也得逼上各把月才会行动吧 我也不想这么快 但是 这形势所迫嘛 妈 您怎么来了 这房子是我买的 我怎么不能来啊 你赶紧收拾东西 跟我回家 啊 现在啊 你坐 然然啊 两年前你口口声声说 要自己出来独立 我说好啊 前提条件是 你得两年内找个男朋友 结果呢 人呢 走吧 回家 妈 我不回去 而且 谁跟你说我没有男朋友啊 哦 人呢 你说这两年 你除了上班就是画画 事也没有长进步说 你连半个男朋友都没找着 现在两年时间可过去了 你老老实实跟我回家继承家业 好好相亲 妈 你老操心我干嘛 怎么不去管叶当啊 你姐跟你可不一样啊 她没心没肺的 再说了 她可没有什么帅哥恐惧症 更不会对那个叫渔风的念念不忘 妈 然然啊 妈妈是真的担心你啊 也真的是为你好 走吧 回家 下下周六 下下周六 我一定把男朋友带回家 真有男朋友啊 真的 我真的有男朋友 而且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行 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下下周六 带男朋友回家吃饭 要是没带回来 这套房子我立马租出去 下下周六 走了 我该去哪儿找县城的男朋友啊 远在天边 紧在眼前 你说的没错 我得尽快拿下陈秘书 陈秘书 陈秘书 这是市场部最终确认的方案 待会儿你整理一下 你又来干什么 老板 现在已经是午休时间了 是不会影响工作的 找能耐了 话都还没说完 你又跑什么 老板 您 您找我还有别的事吗 看着我说话 看着我 你怎么每次见我都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怎么着 我还能吃了你啊 睁眼 我什么呢 老板 我现在就去跟他解释清楚 等等 我说 自己的漫画瞎话一气 画这个倒挺上心 老板 这是和市场部确认的最终方案 放这儿吧 嗯 老板 今天早上到底怎么回事 叶燃怎么突然向我表白了 还提什么漫画 这是我第一次被人表白 怪不好意思 您说我要不要答应他 您喜欢他吗 之前天天跟着您忙工作 我还从来没往那方面想过呢 那你的意思是 你现在开始想了 倒也没有 哦 那就拒绝的 不喜欢 何必勉强 好 老板 这是不是又是哪个不长眼的姑娘 想跟您套近乎 我拿走了 哇 啊 啊 啊 你 啊 啊 啊 你 啊 是相信一切都 老闆 您吃吧 我不吃 是讓我和你一生一生 你的邏輯 你則是武器 對抗世界平的武器 說我偶爾 能耐散其太多難聽 你是迷你 舉手同意 變成默契 你是我偏知的底氣 你上不上 嗯 的定義 正在說是說自在而已 過天空到 因為你開始相信一切都是 笑 給他作弊 明明只照耀朵 以為 讓我們彼此靠近是命 讓我相信 老闆陳秘書 上車 謝謝老闆 這個蒙老 怎麼每天阴魂不散呢 難不成他也喜歡陳秘書 陳秘書 我想要你下下周六 跟我回家吃個飯 這麼說 不會讓他誤會吧 跟我回家見父母 直接見家長 會讓他有壓力的吧 姐 吃水果嗎 我不想吃 我要睡了 陳秘書 我想要你 陳秘書 我想要你 在我這兒膽小如鼠 在陳秘書那兒膽大包天 我都發了什麼呀 這是 別誤會 我剛才是發錯了 我是想邀請你到我家吃頓飯 吃飯 信你個鬼 這漫畫兩天都沒更新了 他能不能有點事業心 不行 我不能再讓蒲迪 這麼擺爛下去了 老闆 人小姑娘 好不容易鼓起勇氣表白 我們這樣做會不會太絕啊 你要是拖泥帶水 不斷給他希望 又不給他結果 這才是渣難 記住 你一會兒對他 必須冷酷無情 劃清界限 明明白白表達自己的態度 徹底斷絕他對你所有的想法 明白嗎 好 我努力 我一定 我一定辦到 加油 好 臣秘書 你特地約我過來 是要告訴我你的回答了嗎 月然 你不了解我 說什麼喜歡都太草率了 別看我平時思思問問呢 其實我私底下 煙酒都來 還特別沉迷打牌 沒關係 誰能沒有點缺點呢 只要你是個本性善良的人 我覺得沒什麼大問題 什麼本性善良 看見沒有 左邊小青龍 右邊小豬雀 哥們以前可是道上混的 凶得很 怕我怕 像你這樣出身的人 都能當總裁秘書 那說明你不僅特別的努力 而且一直堅定 肯定還特別的聰明能幹 了不起啊 這 我還有二十億個糾纏不清的前女友 我到處留情 愛吃軟飯 是一個標準的風流浪子 陳秘書 我特別喜歡坦誠的人 你今天可以把你的問題 甚至私生活 全部告訴我 我真的覺得特別佩服 也特別的感動 只要你肯做我的男朋友 我絕對既往不救 而且我也不是一個特別完美的人 以後還請你多多關照了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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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非要我把話說得這麼直接嗎 對不起 我不喜歡你 做不了你的男朋友 請問敘 欸小姐 你們還沒有買單呢 不好意思啊 啊沒事 請問您 陈秘书你在哪 既然要做渣男 就不该心软 我还有很重要的话想和你说 我会在公园门口等你 不见不散 不见不见不见 别管他 只要今天晚上陈秘书失约 就能让他彻底死心 多大的人了 夏宇天 肯定会回家的 陈秘书不管多晚 我等你 哎 真是够了 嗯 下雨天就该窝在车里吃碗热泡面 真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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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神眼镜呢 啊 啊 这都大小眼了 等一下见陈秘书 可太难看了吧 啊 是他 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在哪啊 陈秘书 是你吗 上来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抓紧 陈秘书 不管你有多少缺点 我都不会放弃你的 因为我知道 你有一颗最温暖 最柔软的心 我喜欢你 是真心的 我喜欢你 是真心的 真好 你还是和从前一样 喂 对不起 我正在去公司的路上 好 我马上就到 走这么急干嘛 赶着去投胎啊 对不起 拿着吧 一会儿可能会下雨 谢谢啊 你看清楚 我是谁 蒙朗虎 我 我 完了完了 得罪谁也不能得罪猛老虎啊 早知道就算是大小眼 也不应该把隐形眼镜摘下来 别躲了 再躲我也看得到你 老板 对不起啊 对不起什么呀 我昨天晚上不是有意 那个你的 哪个呀 反正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因为没戴眼睛看不清 所以才把您认错的 您放心 我是无比地尊重您 对您没有半点的非分之想 你的意思是 我还得谢谢你看不上我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我先冒犯了您 如果您心里不舒服的话 有什么要求就尽管提吧 我哪敢呀 我都成蒙老虎了 陈美师早啊 早啊 天哪 这个脖子怎么回事啊 别说了全身过敏 昨晚打了一夜的点滴 差点住院 这么严重啊 赶紧好好治疗 难怪他昨晚没来 原来你朋友都找不到 原来是病了 一定是他担心我 再拜托老板来找我的 还不是那个劣质纹身贴 还好吧 老板说算工伤 可以全额报销 诶 月人啊你来了 刚好帮我泡杯咖啡啊 我系个洗手间 陈秘书 有个东西我想还给你 还给我 自从你两年前 借我这把伞开始 我就对你产生了好感 虽然你昨天拒绝了我 但是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希望你能再考虑一下 给我们两个人 彼此一个机会 可这不是我的伞啊 走路这么急干嘛 赶紧去逃胎啊 对不起啊 陈秘书 一会儿还要下雨 把我伞给那个女孩 陈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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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会忘记 你诚实的 拥抱我生命 那年我跌落古底 陈秘书 都失去 前行 谁心动了 鬼才为她心动 漫画 一切都是为了漫画 我只不过喜欢看他画的漫画而已 庄庄 明天中午可以一起吃午饭吗 没空 那吃晚饭 加班 大概到几点 要不我给你送宵夜吧 你已经好几天没更新了 有送宵夜的功夫 不如好好画漫画 能不能多点失业心 少点恋爱呢 我就是个普通人 画漫画当不了事业 只是兴趣爱好 兴趣爱好 兴趣爱好 你付出了这么多时间 难道不想成为真正的漫画家吗 会弹琴的人 会弹琴的人那么多 也不见得人人都能成为钢琴家呀 这 什么歪理 就因为一句兴趣爱好 你就能心安理得的躺平 乱耕 烂尾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光顾自己高兴 乱化一气 你这种态度 对得起真心支持你 喜爱你的粉丝吗 我画了两年 也没几个粉丝啊 你真的让我很失望 原来我每天等待更新的漫画 竟然被作者本人如此轻视 小迟 我想看一下漫画的评论 不过你记着啊 咱们画漫画不是为了挣钱 所以说看到什么不好的评论 千万别放在心上 出来了 姐 喜欢你的人不少呢 好多评论都在夸你的漫画 为什么每张下面都有这个 夜里浮假面 为什么每张下面都有这个 夜里浮假面 求更新 明天更新吗 该更新啊 哦姐 这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你的总榜 日榜月榜 第一名全是他 这些全都是为我打绑朱莉的粉丝 对啊 加油 亮亮亮 月花月好 真的是爱了爱了 这漫画真上头 我 我刚才 是不是说的太重了 我最深爱的你 不许再说明 大家好 我是菩提叶 最近我的创作状态出现了一些问题 必须向所有支持我等待我的粉丝道歉 明天起 我会努力保持更新 用心创作一部真正的好作品 最后我想特别感谢两个人 一个是两年来默默支持我的夜里浮假面 另一个是用心给我提出许多意见的肃敬先生 我不会放弃漫画 请期待全新出发的菩提叶吧 姐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跟陈秘书约会啊 什么 你帮我看一下 是这件好看 还是这件 多好看 都不好看 今天得把伞的事跟叶燃说清楚 万一他真的因为这把伞才对我穷追不少 那岂不是乌龙了 哥哥我想请你帮个忙 帮什么忙 哎哎哎孩子你别跑 你谁啊 哎哎 啊 哎 啊 啊 叶燃 沉秘书 你剪头发了 是不是比平常的我更好看啊 啊 小碗了 没事缓缓就行 缓什么啊 我带你去买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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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迟到了 我迟到了 你还在公园吗 公园 不对 他约的是陈秘书 又不是我 叶然 今天我来找你 一方面是想跟你说 你上次还我这把伞 其实不是我的 另一方面我想跟你说 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其实我对你没有多余的想 我 没有多余的想法 你确定 应该吧 你的意思是说 我在丹念你 我 你不是我的男朋友 这 你真的不喜欢我 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 我先走了 偷你玩呢 走 送你回家 糟了 我迟到这么久 他一定是走了 萌总 您怎么在这儿 我 周末没事 随便出来走走 你呢 我本来约了人 但是被我搞砸了 萌总 我就先不打扰您了 等等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某人在这里冒犯过 某人还说 要是我心里觉得不舒服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所以 所以呢 萌总请喝水 直接开始吧 这么直接吗 不然呢 我还没做好准备 毕竟我是第一次 一回生 二回熟嘛 那我们 是在这儿 还是在那儿 还是在 呃就这儿吧 我觉得这儿挺好的 那来吧 现在可以吗 你坐那么远 能看得清吗 没关系 看不清也能画 你不会 把我画成一只老虎了吧 没有 刚刚那个不算 只是操稿 你靠近一点 我是让你给我画像 画得不像我可不算数 再近一点 再近一点 不能再往前了 那要不我帮你回忆一下 我们下雨那天发生的一些细节 我们下雨那天发生的一些细节 可以了吧 距离是差不多了 可你总得看着我画吧 别怕 就算我是一只老虎 我也总不能时时刻刻都吃人吧 更何况我现在一动也不动 你可以把我想象成 一个花瓶 或者随便什么一个物价 没错 他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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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吧 一直到现在 最深刻的 是你给的温柔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请你多少次擦身而过 努力在追寻的 是否一人感动 我最深爱的你 无需再寻觅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只想要更靠近 那遥远的你 I don't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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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觉得我可怕吗 哦 我画好了 你这个画的 简直是诈骗吧 我本来就是画漫画的 这素描不是我的强项 行吧 那你帮我签个名 你不是漫画家吗 谢谢你的画 时间差不多了 我该走了 啊 你 啊 只想要跟靠近 那要跟 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啊 啊 喂 哎 妈 我已经见过然然她对象了 长相很普通 名字也很普通 家事也很普通 记不住的那种 不过看上去人倒是挺忠和老实的 一看就是然然的菜 不过人家可没有答应做她男朋友 然然现在是单相思的状态 哎 造孽啊 你说咱们家然然何至于此啊 还不是都怪那个谁 嘘 你以后在她面前可不要提这个名字 你最近好好看着然然 她刚刚重新开始 可不能再受伤害了 您放心吧 这陈秘书那个小山巴 我一拳打翻她三个 我保证把她收拾得服服帖帖 让她当我们家的上门女婿 嗯 毕竟 这陈秘书的伤口就一直没有好过 她需要的不是陪伴她的那个人 而是治愈她的那个人 清醒清醒 她可是萌老虎最可怕的萌老虎 好想喝奶茶 没精打采的 还是喝一杯咖啡吧 咖啡太苦了 我不想喝 今日福利 今日福利 老板请客喝奶茶 哎 你要喝的奶茶 哇 糖呀呀呀 喝奶茶了 谢谢 哇 是我最爱喝的口味 哎 我还可以再要一杯吗 刚好 这有一杯多的 给 谢谢 都过了午休时间 怎么还在睡觉 把它叫起来 噓 我来叫她吧 我突然想起来 还有些海报上的问题 想和社稷再沟通一下 咱们的会议推迟半个小时 好 那我们先出去 走 哦 去 哦 去 哦 是遍地的落叶是你时针的钟 是春白色的花朵 流进了领口 现在几点了 我是不是把你吵醒了 睡吧 再让你多睡半个小时 啊 太好了 都想起来叫我 大年远远中 大年远远中 我从来没读懂 是你轻轻的走 我用力的跟你 踹着你的眼 他不会还在睡吧 想想你提 不是我看不到机会 不是我看不到机会 若是你的眼泪 你责怪我的执着 不知后悔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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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事情到了 把你圈头跟随 是时候堵结我 所有不对 睡觉也跟小猫似的 是放手是拥有 还是一笑而过 答案在你的眼中 我从来没读懂 人死记在更顶 我融流再远 在着你的影子 想想你提问 不是我看不到机会 而是你的眼泪 在怪我的执着 不知后悔 叶然只是个设计 老板找他干什么呀 巴掌是要挨骂吧 听说他上次做错了海报 还得罪了老板 美娜 你怎么不说话呀 心里有挂 爹得慌 嗯 挂 现在今天了 午休时间都过半个小时了 我怎么又睡过了 差点忘了 我刚才在干嘛 陈秘书 昨天我睡过头了 对不起啊 你是不是生气了 真的很抱歉 我记得你约我的时候 说有话要告诉我 不如我们重新再约一次 我保证绝对不会迟到 那我们下班后见 那我们下班后见 这是我最后一次扮演陈秘书 是时候该告诉你 宿静到底是谁了 宿静 宿静 说吧 你有什么事情想告诉我 昨晚回去后 我整晚都睡不着 发现自己竟然 一直在想你 宿静 你说得对 也许我应该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 我决定了 我愿意做你男朋友 太好了 这是最新跑马 昨晚发的 你今天很帅 你的假发片也很自然 这怎么跟我之前看的有些粗肉啊 什么情况啊 你们俩不会是 保密工作做的不错啊 赶紧老实交代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谁觉得谁啊 请客吃饭 没问题 明天晚上请大家吃饭 别理他们 我们快走 好 陈秘书 跟我来一下 老板 今天晚上不是不加班吗 计划敢不上变化 没关系 我可以在这里等你 老板 老板看着好像不太高兴啊 李明娜 你平时不是话最多吗 今天怎么不说话了 信息量太大 我得缓缓 老板 到底什么事啊 你不是不喜欢叶燃吗 怎么突然要和他在一起 本来确实没什么感觉 是 但上次单独约他见了一次之后 发现他竟然有完全不一样的一面 帅气 潇洒 很迷人 你还单独约他见过面 对不起老板 我知道您上次让我拒绝他 完全是为了我好 我 但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爱情影响我的工作 你 是认真的 我以前就知道工作 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但我现在才发现 感觉来了 挡都挡不住 更何况一人这么喜欢我 我俩属于两情相悦 更应该好好把握机会啊 你说是不是老板 老板你你手 对了 你怎么突然跟陈秘书在一起了 突然吗 别人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吗 我已经喜欢陈秘书好长一段时间了 我还以为你有了更好的选择呢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陈秘书就是最好的选择 你看啊 他相貌普通 性格温和 善良暖心又可靠 而且他还支持我画漫画呢 虽然平时我们接触不多 但是啊我们有聊不完的微信 说不完的话题 感觉我们好像认识了很久似的呢 但是谈恋爱不能光靠网聊啊 你也得看现实里的感觉 那我问你啊 他看你的时候 你会心跳加速吗 他靠近你的时候 你会小骆乱撞吗 小心 哎呀 陈秘书确实是个好男人 但你不觉得老板也挺好吗 你可别提他了 在我心里他就是噩梦 我光靠近他 我都怕得想吐 别说其他事情了 只要他离我远点 我就阿弥陀佛了 这一点点可能性都没有吗 没有 就算我一辈子单身 我都不会喜欢他的 哎呀 燕燃 他就这么讨厌我吗 他就这么讨厌我吗 他就这么讨厌我 我都不会想吐 我俩属于两情相悦 更应该好好把握机会啊 你说是不是老板 我俩属于两情相悦 更应该好好把握机会啊 我俩属于两情相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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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二乔 你竟然是卧底 外面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 束手就擒吗 想让我投降 做梦 背叛我的人都得死 不许动 否则我现在就杀了 为鲜明报仇 蒙渊被绳之于法 叶欣和陈二乔 从此开始了新的爱情和挑战 姐 你不是要给我报仇吗 怎么反派没死啊 我觉得这个角色死了挺可惜的 你对男主角那么心狠手辣 对反派都心慈手软 你这么认真干嘛 对了 什么时候出去找工作 房子找好了吗 什么 姐 你要赶我走 我现在有男朋友了 老跟你住一块不合适 万一陈秘书吃醋了怎么办 男朋友 陈秘书 冷静点 多大点事啊 还说自己不是小屁孩 冷静 我们不是要请大家吃饭吗 怎么来这儿了 顺路嘛 这里有很多我们的回忆啊 昨天晚上更新的漫画你看了吗 感觉怎么样 漫画 挺好的 就这样啊 我的意思是 只要是你画的漫画肯定好看 老头 老头 快看 那边有人在玩水枪呢 但是谈恋爱不能光看网聊啊 你也得看现实里的感觉 那我问你 他看你的时候 你会心跳加速吗 他靠近你的时候 你会小鹿乱撞吗 感觉这种东西 试试不就知道了 陈秘书 等等 要不还是别戴假发了 我觉得你之前短发挺好看的 痛 你轻点 这不是假发吗 难道是真发 痛 不可能 两天时间怎么长这么快 敢欺负我妹妹 是你 两个夜人 你们搞什么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姐姐 叶当 你这个骗 初次见面 这被我先干了 叶当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武馆教练 这么苦 哇塞 真不错 好酷 等等 你怎么来了 小池说你恋爱了 他都快急死了 让我过来看看你 起个大嘴巴 小屁孩 陈秘书 我也敬你一杯 以后可不许欺负然让 我倒酒啊 我来吧 你骗我 上次你是假扮叶然 事出有意 不许告诉然让 来那我们一起敬一下叶然和陈秘书吧 祝他们的爱情甜甜蜜蜜 长长久久 干杯 干杯 来啊陈秘书 干杯 干杯 我们玩游戏吧怎么样 真心话大冒险 好啊 好 来 行 你可输了 好吧好吧 我输了 我发酒 喂 来来来 再来一句 好 这把我来啊 这把你输了 行 我喝酒 我先去个洗手间 这个好吃 说啊 我也尝尝 叶然 你们到底什么情况 怎么感觉 你们一点都不像在谈恋爱啊 特别生疏 不过 你们到底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想什么呢 我们才刚在一起两天呢 怎么还停下来了 继续继续 来来来 继续 叶然 到你了 想什么游戏啊 呃 我 肯定是大冒险啊 大冒险不好玩啊 嗯 这样不太好吧 多好的机会啊 你还想不想要甜甜的恋爱了 别松 加油 停 有脚步伤 来了 快去 宝费 亲一个 完了 先做人了 蒙总 老老板 你胆子可真不小啊 老板 对不起 您听我解释 哎呀 嗯 嗯 蒙总 对不起 我们刚刚在玩真心话大冒险 刚好轮到我了 我就一时 鬼迷心窍 一时失足 嗯 色胆包天 嗯 您 您没生气啊 我能不生气吗 第二次 啊 你冒犯了我第二次 所以 你又欠我一个补偿 嗯 那我再为您画一张像 怎么 这么喜欢给我画画 不是 不是 哦 那你的意思是 很嫌弃我这个模特了 嗯 没有 没有 好了 这次我不为难你 你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就好了 谢谢老板 我一定 置物不言 言物不尽 叶人 你为什么这么怕我 嗯 因为 找我什么事啊 叶刀 我要和你谈谈 谈什么 有话快说 我要和你谈谈 谈什么 有话快说 叶当 你骗得我好苦 上次我是担心然然遇见渣男 所以我才冒充他小小地考验你一下 对不起 行了吧 可我以为他是你我才答应的他 现在让我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有没有什么损失 大男人就别紧紧计较 我现在必须和他说清楚 站住 哎你什么意思啊 刚大爷和然然在一起 现在怎么能反悔 然然他会受不了的 可我喜欢的是你 你胡说什么 虽然你和叶然长得一样 可是给我的感觉不一样 他对我来说只是普通同事 而你 只有你 让我第一次知道 什么是心动 你听了 你听了 我最不放过你 空气里的爱情 叶刀 不必讨好你自然熟悉 你没事吧 随时有你 一直有你 我没事 真的没事 要不要我送你回家 不用了 我要是中途走 他们会觉得奇怪的 老板 今天谢谢您 来来来 喝酒 干杯 晚上 接着喝 叶然 来 试试喝 等你半天了 老板 他们刚刚说你来了 我还不信呢 你不是说晚上不来了吗 突然肚子饿了 想请你请客 就来看看 多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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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刚才玩什么呢 这么热闹 真心话 我支撑 大家都回来了 就一起玩吧 来来来来 继续玩 开始了 程秘书 这次到你了啊 陈秘书 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啊 肯定是大冒险啊 大冒险多有意思啊 不过 看在陈秘书 今天请大家吃饭的份上 就给你个福利吧 那你就亲你的女朋友一口 大家说怎么样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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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然 其实我 对不起 陈秘书 我不能接受你的吻 比起跟你谈恋爱 我觉得 我跟你更适合做朋友 我们分手吧 这瓶我帮你喝了 分手 不就是分手吗 我来喝 喂 对不起 我去个洗手间 叶 叶人 怎么会这样啊 陈秘书 你没事吧 没事 啊 啊 啊 蒙老虎 你跟着我干嘛呀 我 我 我不跟着你 难道等你想不开跳活啊 我就是被陈秘书 认错人了吗 我一点都不难过 队友 一点都不难过 我上次被你错认成陈壮壮 我可是难受了半天 可是为什么被抛下的总是我呀 难道是因为 我没有魅力吗 不是你的问题 陈秘书不喜欢你 是他没品味 没品味 那你有品味 你喜欢我吗 啊 你也不喜欢我 你都不喜欢我 你还想唬我 啊 啊 啊 一直到现在 最深刻的 是你给的 谁说我不喜欢你 我最深爱的你 无许再寻觅 Let me see 只想要更靠近 把药运给你 My only, my only My only, my only 如果我说 我愿意为了你改国自信 你会重新和我在一起吗 滚,你是反派 反派 就注定是恶不赦吗 大家都是人 反派也有限 你喜欢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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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梦傻笑什么 梦到谁了 反正不是你 那是陈秘书 还是你们那个多管闲事的老板 干嘛 干嘛 突然提到蒙走 你说 昨晚就是他把你送回来的 你们到底干嘛去了 昨天是他送我回来的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反正以后离他远点 好 早 早 早 再次见 走吧 他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 叶然 昨天你突然跟我提分手 是不是因为听到了 我跟叶档的对话 对不起 没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喜不喜欢一个人 也不是你能控制得了的 你不喜欢我 你没有错 那我也不该再没有确认自己 到底喜欢谁的情况下 就和你在一起 让你的心情落差这么大 昨天你一定很难过吧 真的对不起 确实应该很难过 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 对不起 对不起 叶然 你以后一定会遇到 比我更好的人的 之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说 你还是先操心你自己吧 当当可比我难追多了 这个是当当的手机号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负心寒 谢谢 对了 昨晚是蒙总送你回家的吧 他突然打电话过来 找我要你家的地址 给我吓一跳 有个事 我得告诉你 其实 他确实很帅 来了 莉莎姐 让我找您签个字 还给自己找理由 真可爱 蒙总 您也喜欢喝奶茶 拿去吧 两杯都给我的吗 本来就是买给你的 这把伞其实不是我的 是老板的 两年前也是他让我给你送的伞 当初你做错了海报 也是他拦下来的 还主动给你宽限了两天 老板这人 就这样 其实很和善 很体贴 就是从来不会把这些事 挂在嘴边 蒙总 谢谢您 客气什么 其实不止这一件事 很多事我都要谢谢您 陈秘书说的没错 您是一个 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好老板 等等 你这就说完了 不然呢 昨晚的事 你一句谢谢 就想翻篇了 昨晚的事 昨晚什么事啊 我好像记得 我喝多了 然后提前回家了 对了 总算想起来了 是蒙总送我回家的 那要不然 油费我来出 你真的不记得了 嗯 不管什么事 总之 蒙总 对不起 海报做好了吗 海报 不是交了吗 没带指示吗 嗯 干嘛要重改海报啊 这个蒙老虎 要求真多 我倒是要看看 你找的参考图片 有多么的了不起 神经病啊 神经病啊 哎 对了 昨天你亲到蒙总 什么感觉 嗯 感觉挺好的 他皮肤很好 嘴又很柔软 嘴 你们不是只亲了脸吗 我又对老板耍流氓了 完了 全完了 叶然啊 叶然啊叶然 你这辈子 可千万别再喝酒了 难怪今天老板 看上去怪怪的 他不会又找我要补偿吧 我以后该怎么面对他呀 喂 然然然啊 明天可就是咱们约定好的周六了 你是带男朋友回来吃午饭的 还是晚餐啊 明天 周六 完了 我怎么把这事忘了 啊 两周前可是你自己答应的 你不会忘了吧 哦 嗯 他明天要加班 我们要不换一个日子 我可把话放到这儿了啊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嗯 知道了 保证让你见到未来女婿 男朋友 我疯了吧 总不能找猛老虎吧 哎 我还去找陈壮壮吧 就算分手了 演出戏总行吧 大不了 我帮他追当当 壮壮 睡了吗 我有件事想麻烦你一下 这个陈秘书 怎么也不回微信啊 他不会不来了吧 等等 十万火急 你那边有没有可以扮演我男朋友的小哥哥 我找陈秘书帮忙 可他到现在都没有来 我就在咱家附近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盟总 您怎么来了 听说某人 急需要一个男朋友交差 你看 我这样怎么样 不可以 哪里不可以了 您长得本来就超标 穿得还这么有钱 又开这么好的车 所以 有问题吗 我跟我妈说了 我男朋友是个秘书 相貌平平 条件适中 您这样也不像啊 蒙总 您真的是来帮我的吗 不然呢 他不会是为了那天晚上 所以来报复我吧 他是不是想起了什么 那现在该怎么办 算了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跟我走吧 啊 找我什么事 叶当 我和叶燃已经把话说开了 我要追你 我不需要男朋友 那我们可以先做朋友 普通朋友 我不需要男朋友 倒挺需要学员的 要不你来办张会员 既卡九折 年卡八折 现在挺划算的 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训练 随时 你慢慢学 我先走了 不是你教我吗 我可是很贵的 你请不起 我可以加钱 十万火急 你那边有没有可以扮演我男朋友的小哥哥 我找陈秘书帮忙 可他到现在都没有来 这个陈秘书 又敢放冉冉鸽子 这样总可以了吧 还是长得不够普通 这身脸要是拿什么遮一下就好了 对了 你别忘了 你今天扮演的是最最最普通的工心阶层 可别穿帮了 嗯 嗯 伯母好 我是一人的男朋友 陈壮壮是吧 是 他最近脸上过敏了 长满了红疹 不太方便把口罩摘下来 无所谓 反正也没什么看头 喝茶 喝茶吧 谢谢伯伯 这 别喝了 小陈呀 你买房子了吗 买了 刚付了首付 三房两位九十平 你有车吗 有一辆二手车 但平时不怎么开 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 更喜欢坐地铁 那你这个 对人生有什么规划和目标啊 两人三餐四季 我只想喝叶然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朝九晚五 简单幸福 这演技 硬帝呀 那 打算生几个孩子呀 还要还房贷 不着急 生不生都挺艳燃的 那确实也够普通呢 有人吗 谁呀 来了来了 阿姨您好 请问是叶然家吗 是啊 你是 我是叶然的男朋友 阿姨您好 请问是叶然家吗 是啊 你是 我是叶然的男朋友 又来一个 老板好 您怎么来了 这 别站着了 进来说吧 你怎么才来啊 当当让我来的 说你十万火急 老板怎么也在 不是你叫他来的吗 我 别管了 你记住 今天你是蒙总 他是你 你是他 不是 来 走吧 妈 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壮壮 还不快跟蒙总 打声招呼 蒙总 好 好 好 蒙总 坐 小陈 给你们老板 让个座儿呀 孩子是一点 眼力见也没有 就是 坐吧 坐吧 请坐 蒙总 软燃啊 这到底谁是你男朋友啊 我 阿姨 其实我才是 然然男朋友 什么情况呀 我是让你找男朋友 不是让你乱来 我不是 我没有 阿姨 误会 都是误会 阿姨 我才是叶然的男朋友 阿姨 他们撒谎 行了 他们都不是我的男朋友 你说什么 妈 对不起 我骗了您 你说你现在什么情况 老板 你怎么也在这儿 你现在是 工作没有上进心 恋爱也不谈 整天腿在家里画画 还学会了找人演戏 骗我 你父亲去世之前 最放心不下你 多希望 你能早日结婚生子 幸福快乐地过一辈子 而你呢 妈 谁说幸福 就一定是结婚生子啊 那如果是当当 我当然放心 他单身一辈子 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放下过去 你问问你自己 那帅哥恐惧症是怎么得的 帅哥恐惧症 不行 我不能让你这么闭着眼睛 得过且过继续逃避了 辞职吧 我找人帮你搬家 然后你回来帮我打理武馆 顺便好好想清楚你自己的问题 妈 我已经成年了 你不能这样安排我的一切 而且我也有我自己的事业啊 事业 什么事业啊 你现在两年了 还是个小职员 那工资都没涨了 妈 我想要当一个漫画家 扯什么 你几斤几两不知道吗 你话什么乱七八糟 你还想当漫画家 你说出来谁信 我信 伯母 我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叶然的老板 蒙昭 也是他的忠实漫画粉丝 我看过他所有的漫画 这两年 我见证了他的飞速成长 也看到了他的潜力 他真的很棒 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和机会 他一定会让您刮目相看的 不行 我不能让他憋在家里继续画画了 那他的帅哥恐惧症 一直要好不了了 我会帮他的 伯母 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我一定会治好他的帅哥恐惧症 你为什么要帮他 因为我喜欢他 所以 我比任何人都想治好他 也比任何人都想留住他 伯母 请您相信我 行 那就给你三个月 到时候治不好的话 我拿你诗文啊 一言为定 喂 叶档 我在你家呢 今天真的太刺激了 老板 刚刚谢谢您 其实您没必要为我牺牲这么大 依然 你是不是都想起来了 想起来什么 还装傻 那天晚上你对我 我那天是喝多了 第三次了 一而再再而三地冒犯我 每次都是喝多了 这次你想让我怎么补偿年啊 做我女朋友吧 你还记得 那天晚上你对我说的话吗 那你有偏白 你喜欢我吗 谁说我不喜欢你 你对我 叶然 喜欢你 你又在演戏 刚刚在我们家演的跟真的是 而且还说是我漫画的粉丝呢 我就是夜里浮假面 什么 我不仅是夜里浮假面 我还是宿静 喜欢你漫画的人是我 每天陪你聊天的人也是我 不想再加弹沉迷住了 我想做回我自己 想堂堂正正地跟你在一起 好吗 我 别靠我这么近 你要保持两米的距离 那 你的答复呢 你也看见了 我有帅哥恐惧症 靠你太近都很困难 更别说跟你在一起了 你的意思是 只要能治好你的帅哥恐惧症 你就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 我 一言未定 我一定可以治好你的帅哥恐惧症 你 可是 没有 我 可能 你 好 没有 ис 姐 你怎么才会来 不会一直和孟昭在一起吧 我去帮你看房子了 你明天看看 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这两天就搬出去吧 姐 我知道错了 对不起 别赶我走 小池 你也长大了 该走自己的路了 以后 你不管去哪里 你都是我最亲的弟弟 我不要做你的弟弟 从小到大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娶你回家 你在我眼里不只是个姐姐 还是我觉得最可爱的人 我最喜欢的人 叶然 我到底应该怎样 才能走进你的心 小池 感情的事 是不能勉强的 难道你想让我同情你 给你一次机会吗 没关系 我有信心 一定能让你爱上我的 我会珍惜你保护你 不让任何人伤害你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听你的 渔风 做我男朋友吧 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 对你比任何人都要好 而且我会每天让你感到开心 而且我也有自信 你以后一定会爱上我的 你以后一定会爱上我的 小池 不要为了任何人失去自我 这不值得 不平等的感情会害了你 对不起 我想过了 可以先试一试脱敏疗法 你越是怕我 我就越要多和你接触 让你逐渐适应 以后 我每天都会接送你上下班 对不起 我不能离你太近 因为一靠近你 我又怕会全身麻痹 还会吐出来 那你达到全身麻痹的状态 有没有什么时间 或者距离上的限制 这倒是不清楚 爱多难听你是谜底 据说同意 有天是默契 你是我天职的底气 我和你一家一等 愉快的定义 这个距离可以吗 差不多了 还能说话 看来问题不大 那这样呢 坚持住 四秒 五秒 八秒 可以了 对不起 我刚刚因为应急反应 下手没轻没重 笑什么 我记得 刚遇见你的时候 一靠近你 你就吐 我已经能靠近你十秒钟了 这十秒钟 就是我治好你的信心 等会儿见 为什么是等会儿见 最近人手不足 这段时间 你来做我的临时秘书 可是 在这儿办公 也太夸张了吧 陈秘书那边 又该怎么办 既然是脱敏治疗 我就要占满你的生活 时时刻刻 都出现在你的面前 工作吧 你过来干嘛 当然是讨论工作了 我需要美化PPT 叶秘书 敬夜点 因为你开始 相信一切都是相约的 不笔 命运之中 要统一为 让我们彼此靠近 是梦中注定 把上映刻的 你 找漫画家合作 对 这次公司要给本季度的新产品拍广告 市场部提供了两个方案 其中一个就是找漫画家合作 漫画广告 我能行吗 我看中的人怎么可能不行 而且是市场部主动推荐了你 说明大家都看到了你的实力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可是 你在怀疑我的眼光 没有 你现在连这点挑战都接受不了 好 我努力试试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手里的推广方案 今天召集市场部和设计部的各位同事 主要是为了投票表决 本季度新产品广告的推广方案 考虑到产品主要面向的是年轻群体 我们做出了两个方案 放一下 一个是请漫画家来制作漫画广告 这样在内容创意上 我们会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而且也能控制成本 这个是我们市场部在经过调研之后 推荐的人选 菩提叶 新人漫画家 虽然他才出道两年 但是他的作品都以脑洞和神转折而著名 人气长得很快 比较适合我们的方案 再往下方 另外一个方案呢 就是请高人气网红来拍摄广告 当然了 这个方案会比较保守一些 可是在效果上来说 也会比较保守 我们推荐的人选 是这两年在C站上非常火爆的 人气颜值区网红 雨夜追风 本名 渔风 我们推荐的人选 是这两年在C站上 非常火爆的人气颜值区网红 雨夜追风 本名渔风 你要去做网红了 嗯 现在模特不好做 大家都在找出路 我总不能一直吃你的 祝你的吧 我打算去C站注册一个账号 但不知道叫什么 嗯 就叫雨夜追风吧 既有你的名字 也有我的夜字的谐音 他已经在各大平台上 作用一千多万的粉丝 模特出身 长相出众 而且对拍摄来说 也比较有经验 大家都看了相应方案 感觉怎么样 我选方案一 现在网红广告太多了 就算 这个什么雨夜追风人气高 但是也不一定会有什么惊喜 所以我们不如来一次新的尝试 再说你们不觉得 这个什么雨夜追风 像那个剧里的扫不腥吗 网红最起码保险啊 就算差也差不到哪儿去 漫画家 还是新人漫画家 万一搞砸了怎么办 他不会的 作为新人漫画家 他一定会竭尽全力 去珍惜这一次机会 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而对于一个人气网红来说 这可能就是他这一年当中 拍摄的几个广告中 其中的一个而已 蒙总 但是雨夜追风的合作意愿 非常强 而且他本人非常配合 他也说了 即使我们选择另外一个方案 他也愿意来 要不然这样吧 让他跟菩提叶来一次合作 说不定会有惊喜 好 那先投票吧 选择方案一的请局手 同意方案二的请局手 三对三 叶燃 你选哪个 我选 我选方案二 这对你来说 是多么难得的一次机会 你为什么要轻易放弃 我真的做不了 你再好好想一想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不用了 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叶燃 你是不相信你自己 还是不相信我 对不起 孟总 最近 事情比较多 我就先回设计部了 这家店真的特别好吃 我每次来都点好多东西 特别是这个比干 我的天哪 太好吃了 来 叶燃 你怎么了 心情不好 孟总 您怎么来了 我来找人 那是很重要的客户吧 是 一声不吭就跑了 电话也不接 连您的电话都敢不接 来又去 而他们要去 我突然想到还有工作 我先走了 现在是 前河 好好地怎么走啊 我知道了 你不要 不管了 我们先吃吧 等会再玩它 我们吃 你来干什么 美娜他们今天都在 千万别暴露了我们的关系 自在的活着 我们是什么关系 自己 没有关系 写在时间和空气里的爱情 务必讨好你自然熟悉 那你怕什么 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想说这些 再见 依然 你到底怎么了 从开完会议之后 你就变得怪怪的 你要有什么心事 你可以告诉我 我们一起解决 与你无关 老板 你没事吧 对不起 你没事吧 要不然还是去医院吧 我没事 可能 大概 或许在这睡一晚就好了吧 在这 不太好吧 哎呀哎呀 怎么突然这么痛啊 你快坐 我给你去倒杯水 我 哎呀哎呀怎么突然这么痛啊 完了完了 完了 完了 这也太快了 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 我今天不小心砸到了她的头 现在把她赶出去 会不会太残忍了呀 你干嘛 这也是脱免治疗的一部分 我说过 我们要最大程度的接触 这可以 可以进来吗 你干嘛 你干嘛 我来问你借个枕头 睡沙发 睡沙发 不然呢 失望了 没有 晚安 不对 昨天会议开始的时候 她明明还很想被选上 怎么会突然改变主意 难道是因为她 叶子 盟总 你不会是来找我办卡的吧 我来是想问你 关于叶燃帅哥恐惧症的事情 这是然然的隐私 你应该去问她 我不方便告诉你 她是不是认识羽叶追风 好久不见 羽叶追风 就是然然的前男友 也是然然的初恋 然然原来就是个严控 从小就喜欢漂亮的东西 看男孩子的眼光也非常挑 余风原来是他们学校的校草 然然对她一见钟情 喜欢余风的女孩非常多 但然然特别执着 她追了余风一年 终于和她在一起了 然然对余风非常好 几乎掏心掏肺 百依百顺 但余风却是个非常自私的男人 让然然过得很辛苦 余风 这是我为你画的漫画 你看怎么样 就知道画漫画 真以为自己是漫画家了 你不可能成功的 有这些功夫 还不如多来陪我 帮我剪视频 我现在只有两万个粉丝 你知不知道我压力有多大 可是 我也有我的梦想啊 你的梦想有我的生存重要吗 如果你还继续画漫画的话 那就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我没有 我们分手吧 我不要 那你选我还是选漫画 我 我选你 乖 你们认识啊 对啊 我们认识 我们是校友 你们还是校友 这么有缘分 不止呢 我们是六年的校友 交情肥浅 有时候还挺怀念过去的时光呢 可以让我们单独聊一下吗 可以 你们聊 诶 雨风 你怎么又和其他的女孩去约会 难道又是拍视频吗 对啊 炒CP吗 为什么要和其他的女孩炒CP 明明我才是你女朋友啊 人家几百万粉丝啊 你呢 也不瞧瞧自己几心几两 就算我跟别人说你是我女朋友 别人也不会信 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只在乎你的态度 好了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在我心里的位置 谁也取代不了你 你先回去 我忙忙和你说 好不好 不行 你每次都这么说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你要去哪儿 我陪你一起去 然然乖 听话 喂 拍什么呢 不许拍 后来雨风 再也没有联系过然然 连句对不起都没有说过 后来被他的粉丝误会 被网报了好几个月 可他都没有出来说过一句话 还害然然丢了之前的工作 我们曾经也想过 在网上曝光雨风 可是他买了很多的水菌 反而说是我们批图陷害他 然然受了很大的打击 差不多有半年没有出过门吧 后来就得了帅哥恐惧症 两年了 我们找过非常多的心理医生 可以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万一然然 克服不了内心的恐惧 你该怎么办 只要他愿意 我会一直守在他身边 哪怕只能保持距离 你可要想清楚 如果你不是真的爱他 没有办法给他一辈子的安全感 我劝你还是趁早离他远一点 然然可经不起第二次的伤害了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不会后悔 但我一定会让那个雨风后悔 你到底想干什么 然然 还在生气 这两年我一直都很后悔 后悔自己现在才发现 原来你 才是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女孩 然然 我们和好吧 你真的让我觉得很恶心 然然 你明明也放不下对吗 我知道你很爱我 过去一直是我在犯错 但你总是会原谅我 这次真的是我做错了 但我现在今非昔比 可以加倍补偿你 放开 你竟然打我 雨先生 是你来了 这是怎么了 这怎么回事 燕燕 我知道你因为两年前的事记恨 但我现在已经愿意原谅你了 你怎么还不放下 我想起来了 两年前有一个疯狂粉丝 因为骚扰雨的追风 特别出名 难道就是易燃 抱歉啊 抱歉啊 雨先生 是我们的员工失利了 我让他跟您道歉 叶燃 道歉 可是 然然 我和你们公司还要合作 这样吧 你跟我道歉 这件事我既往就 是是是 叶燃 道歉 让叶燃道歉 早就 别拍了 早就 别拍了 早真是是什么时候 早就怎么拍 别拍了 到底什么时候啊 你倒是错呀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其实我们早就 雨芳 你现在马上给我滚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你谁啊你 我是谁轮不着你来管 你给我记住 从现在开始 我们公司终止 跟你所有的合作 抱歉 蒙总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这可是我们好不容易 谈下来的 丽莎 你别管这件事了 去制定新的方案 OK 老板 我看你走吧 雨夜追风 私生活混乱的通告 我都准备好了 蒙总 我 没得罪你吧 依然是我女朋友 谁惹她不开心 谁就是得罪我 哎 蒙总 这些都是误会 是依然骗了你 走走走 帮我说句好话 走了走了走了 啊 怎么会 老板和叶然 别看了 别看了 快走吧 这么多人看着 你不怕被别人八卦 看见看见了呗 省得你反悔 叶然 你来做漫画广告吧 我真的可以吗 余风接了咱们 竞品公司的广告 他伤害过你 你就应该狠狠地赢回来 可他是千万级的网红 我只是一个小透明 凭什么赢他 凭你的才华 依然 不要怀疑你自己 美貌迟早会消失 才华才是永恒的竞争力 相信我 你一定会赢 嗯 菩提叶老师到了吗 去看一下 哎 来了来了 大家好 我就是漫画作者 菩提叶 哦 嗯 哎 听说了吗 雨夜追风塌房了 当然了 真没想到 他长得那么帅气 私生活竟然如此混乱 又是劈腿 又是吃晚饭呢 真不知道 他那个前女朋友 什么瓜田田 到底吐的什么呀 你不知道 当年在瓜田田之前 他还有一个地下女朋友 被他使乱中气 还污蔑成了私生粉 被网报了好久了 可惜相关新闻都被公关了 现在雨夜追风的粉丝群里 正在组织 给当年那个小姐姐道歉呢 那还差不多 我五分钟后到门口接你 故地重游 感觉如何 大快人心 过去的事情 都过去了 以后有我在 没有人能再伤害你 可万一 可万一 你也离开我了 该怎么办 我真的受不起第二次的伤害了 我每天真的很害怕 好害怕自己 又变得卑微 怕自己患得患失 我也害怕 我会受到无数的痛苦 和猜疑 我害怕被比较 被全世界的人说 我配不上你 我害怕我会付出所有的真心 然后被人狠狠地抛弃 别怕 我不是他 你也不是原来的你 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 在我眼里 你值得这世界上最好的一切 我好你自然熟悉 依然 你记住 没有人能贬低你 不批火 你一生有你 无离不弃 我爱你 这不是最近很火的 那个漫画广告吗 同系列的漫画叫 霸道都军有问题 马上要完结了 好舍不得呀 不知道叶欣最后 到底选了谁呢 好久不见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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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都三个月了 我还是这么弱 爸 妈 我妄为壮 你起来啊 不行了 我起不来了 如果你能借他三拳 我就答应和你约会 真的假的 一 二 教练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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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在一起抱多久啊 还有一分钟就破纪录了 恭喜你 谢谢你 萌医生 你这是干什么 求婚啊 人家求婚都是送戒指 哪有送婚前协议的 我这份协议 可比那些钻石都值钱 如果有一天 我背叛 我所有的财产 都自动归到你名下 既然 既然 你嫁给我吧 从今以后 我只属于你 我身上爱的你 不许再说你 Let me sing 就像要跟靠近 那要跟你 My only, my only Let me sing 即使爱的你 无需再说明 Let me sing 就像要跟靠近 那要跟你 My only, my only 其实再遥远 也无法抹去 想你的冲动 你心的声音 Let me sing Let me sing 我给上爱的你 许再说明 Adió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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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iós